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工业安装工程施工质量的同一要求 和建筑安装工程施工质量的同一要求 这两个要求是国家强制性执行的国家标准 国家强制性执行的国家标准 那么这个工业安装对应着我们前面的 有章节是技术这一小节 技术小节有八小节 工业安装的技术有八小节 建筑安装的技术有六个小节 你想这个工业安装包括机械设备安装 工业电器 工业管道 禁止设备 动力和发电设备 如摇 防腐时绝热 自动化仪表 这几个小节安装完毕以后 这几个小节的安装都是属于工业安装 你安装完毕以后凭什么说你是合格的 我们说我们按照工业安装的使用质量的统一的国家标准来验收 按照标准来验收 建筑安装对应着前面技术部分的六个小节 建筑管道 建筑电梯 通辽 制动化 电梯和消防 像这些工程 建筑机械安装工程 安装完毕以后我们要进行验收 验收按照统一的国家标准来验收 我们会发现工业安装在14年15年考完毕以后 建筑安装在18年考完毕以后 也就是工业安装要比建筑安装要更重要一些 工业安装要比建筑安装更重要一些 工业安装要比建筑安装更重要一些 那好了 我们先从工业安装开始讲解 你不管是工业安装还是建筑安装 主要考三个方面的问题 你仔细看 第一个是这个项目的划分 一个单位工程包含好几个分布工程 一个分布工程又包含好几个分项工程 一个分项工程又包含好多个检验拼 这个批次的检验 是吧 那么这叫工程的划分 有的人说老师你给我举个例子 什么叫分布工程 举个例子啊 什么叫单位工程 比方说分布工程是按照专业来划分的 你看我们的工业管道 我们的防腐蚀 我们的绝热 我们的炉窑 我们的自动化仪表 都是工业的不同的专业 按照专业划分的我们书本的标题 目录的标题本身就是一个分布工程 那么一个单位包含好几个分布工程 比方说我的工业厂房 工业厂房里面有工业管道 工业厂房里面有工业电器 所以一个单位工程包含好几个分布 当然一个分布包含好多个子分布 一个子分布又包含好几个分项 一个分项包含好多个检验 这是我们说的划分 是我们这个小节工业安装和建筑安装里面都是一样的 第一个考试考虑 第二个你在验收的时候 程序是什么 就是谁向谁 一般是施工单位 向建设单位提交申请 由建设单位组织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设计单位参与的验收 验收是由谁进行签字的 验收的程序和签字的人 第三个验收合格是如何规定的 那么不合格又是如何处理呢 如果我们讲建筑安装施工质量验收的统一要求 它也是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 你这个建筑安装工程 建筑工程在划分的时候 也是分为单位分布分项检验批 那么验收是有小大大的验收 先验收检验批 再验收分项 再验收分布 再验收单位 有小大大的验收 验收是谁向谁提出申请 谁组织 谁参与 谁签字的验收 第三个问题是 验收合格的规定 和不合格如何处理 工艺安装 在合格不合格这里面 是喜欢考案例题的 其他的指示点 验收的组织 谁组织 谁参与的验收 验收的划分 主要考选择题 验收合格的规定 是有可能考案例题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考点 两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是 项目的划分 和验收的程序 我们说一个单位工程 包含好几个分布工程 一个分布工程 包含好几个分项工程 一个分项工程 包含好几个什么 减批 减批 我们说在验收的时候 是由小到大的验收 在验收的时候 是由小到大的验收 先验收检验拼 再验收分项 再验收分布 再验收单位 由小到大的验收 那么单位工程的划分 划分的原则是什么 我们说单位工程 是按照厂房车间的划分 我们刚才举了一个例子 你一个工业的厂房 它包含什么 厂房里面有管道 厂房里面还有设备 工业设备 厂房里面 我们甚至 还有我们说的仪表 等等的都有 一个厂房包含了 很多个专业 所以单位工程 是由各个专业构成的 这个各个专业 正好是什么呢 分布工程 比方说 刚才去的工业管道 是一个专业 工业电器是个专业 自动化仪表是个专业 一个单位工程 有很多专业组成 较大的单位工程 可以划分为肉缸 一个子单位工程 注意这是单位工程的划分 比方说分布工程的划分 这个分布工程的划分 我们前面有八个小节 工艺安装有八个小节 八个小节 九个专业 有的人说老师怎么叫八个小节 九个专业呢 你比方说 我们这个防腐蚀和绝热 它是一个小节 但是防腐蚀是个专业 绝热又是一个专业 你看啊 它划分为七个分布工程 设备安装一个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五个 六个 还有防腐蚀 七个 总共有七个专业 那么机械设备的安装 是属于什么 分布工程 工业管道分布工程 电气安装 分布工程 自动化一把分布工程 绝热 防腐蚀 和卢阳 有的人说这里面漏了两个专业 你看漏了静置设备 还漏了什么 动力和发电设备 有的人说 这两个专业 它为什么不是分布工程 我们说这两个专业 包含好几个分布工程 比方说 你这个静置设备里面 有压力容器 它这个静置设备里面 一定会有仪表 静置设备里面 因为你要测量这个管道 容器的压力有仪表 静置设备同时 它还有管道 静置设备甚至还有设备 它包含很多个分布工程 再你比方说 动力设备也包含很多 动力设备 火力发电厂 它也有管道 火力发电厂也有自动化仪表 火力发电厂还有电气 所以说 我们说这个静置设备和动力设备 它不是属于分布工程 因为每一个 这个静置设备 包含好几个分布 动力设备 和发电设备 也包含很多个分布 所以 八个小节 九个专业 是因为有一个小节 叫防腐石和绝热 防腐石是个专业 绝热是个专业 九个专业 有七个专业 是属于分布工程 有两个专业 包含好几个分布工程 它不属于分布工程 那么 那么分布工程跟单元位工程是什么关系 那很简单 一个单位工程 是由好几个分布工程组成 所以说 一个 若干个分布工程组成一个了 什么 组成一个单位工程 那么 那么如化工厂的厂房的设备安装 这个厂房是单位 这个设备安装只是这个厂房安装的一个小环节 一个单位包含好几个分布 系轮机这个厂房的设备安装 这是单位 这是后面是分布 闸钢车间是单位 它的关于这个闸钢车间内部的设备安装 这闸钢专业划分是分布 变电站所内的电气装置的安装 这是单位这是分布 那么再看一下分项工厂的划分 那你看一下 我们设备的安装是按照专业来划分的 它是属于分布工厂 分布工厂 这一台设备一套设备 它又分为这一台设备是分项工厂 就是单单的说设备安装 笼统的说设备安装 它属于分布工厂 一台设备是属于分项工厂 它有七个专业 刚才我说了 有设备 有工业管道 有电气 有自动化仪表 有防腐石 有绝热 有供应路养 它这七个专业 它都是属于什么 分布工程 这七个专业 都是属于分布工程 每一个分布工程 你看管道安装 按照类别来划分 比方说GCE级管道 GCE2级管道 这GCE级管道 它是分项工程 如果你笼统的说 工业管道是个专业 它是分布工程 所以左边是分布工程 右边细分为 有很多个分项工程 这个特别好理解 那么分项跟分布的什么关系 你看一下 这是分布 右边是分项 一个分布 有很多个分项组成 一个分布工程 若干个分项工程 组成一个分布工程 那么我刚才说了管道 按照类别来划分 分为是分项 对吧 那么笼统的说管道 它属于分布 它是按照专业来划分的 那你看管道是分布 那么它按照类别来划分 有蒸汽的 氧气的 天然气的 你对氧气管道进行按照 它是属于一个分项工程 若干个分项工程 组成一个分布工程 那么施工指定 验收项目划分的应用 在一个工程正式开工之前 开工之前 并不是验收 当然施工单位编制文件 比方施工组织设计 由建设单位 即建设单位审定 审定你的施工组织 设计文件 因为施工组织设计的文件 是用于指导整个施工 前过程的 刚领性文件 那好了 施工质量验收的程序 那么工业安装 施工质量验收 先是分项再分布 再单位 是由小到大的验收 由小到大的验收 先分项再分布 先分布再单位 那么第一个考点是什么呢 项目的划分 什么是单位 什么是分布 什么叫分项 什么叫减习P 那么好 第二个考点是验收 和合格的规定 验收是谁向谁提出申请 谁组织 谁参与 谁签字的验收 合格的规定是什么 不合格如何处理 那么看一下 分项工程的验收 任何工程的验收 都是施工单位要自检 一般施工单位自检都合格 因为自己肯定是 对自己的工作是很满意的 是吧 分项工程也好 分布工程也好 都是由施工单位先要自检 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建立工程师 组织施工单位的专业质量 技术负责人进行验收 我这里特别强调 为什么我们国家把 工程分为单位工程 分布工程和分项工程 一个单位包含好几个分布 一个分布包含很多分项 为什么我们国家 要把工程分为这些级别 因为验收的人员级别不一样 因为验收的人员级别不一样 你看 分项工程 它是由技术负责人 看他们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参加就可以了 专业技术负责人参加 如果是单位工程 他必须是项目负责人 比方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就是甲方乙方建立方的 第一负责人参加 分布工程师 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 共同参加 分项工程呢 只需要技术负责人参加就行了 因为它的级别最低 单位工程级别最高 所以建设单位甲方 它的必须向项目负责人参加 技术负责人参加是代表不了的 那么 施工单位也必须是项目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不行 因为它级别很高 所以你看 分项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就可以了 而分布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 共同参加的 分布工程也是在各项 分项工程合格的基础上 因为你要想分布工程要合格 你要是想分布工程要合格 那么分布工程所包含的 所有的分项工程要合格 在所有分项工程合格的基础上 由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总监理工程师 组织事工单位的 注意 分布工程是由项目负责人 以及技术负责人 共同参加的 而分项工程呢 项目负责人不用去 只需要有技术负责人 就能搞定了 而单位工程的验收 则不然 它必须是项目负责人参加 工业安装工程质量验收 由谁组织 项目负责人组织 项目负责人组织 那么单位工程验收的组织是 单位工程在工程完工后 也是有施工单位 向建设单位提要申请 那么最后也是有 建设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组织施工单位 建立单位 设计单位 质量的监督部门 进行的验收 如果我们说 分布工程完工以后 也是有施工单位 向建设单位提要申请 也是有他 组织他来验收的 一样的 工程分包施工的验收 因为分包 一谈到分包就参到总包 一谈到总包就参到分包 当工程由分包单位来施工时 分包要对总包要负责 总成包单位参加 单位分项分布的验验 并汇走有关资料 总成包单位 对分包单位的质量 要全面负责人 并应该由总成包单位 报验 要向总成包单位 分包要向总包报验 当安装单位 或安装调试单位 不是一个总成包单位时 当安装单位 或安装调试单位 不是一个总成包单位时 可以分别和共同提出报验 由建设单位组织验收 那我们来看一下 验收评定的依据是什么 工业安装 比方说我们对工业管道 安装完毕以后要进行验收 依据什么的验收呢 我们说依据我们这一小节的标题 依据工业安装质量 验收的统一标准 是国家强制性执行的要求 那你还要依据什么呢 依据合同 因为你这个施工单位 你这个安装单位 跟建设单位签订合同 你在验收的时候 要依据合同 对你这个工程项目的 参数指标的要求来验收 你在验收的时候 要依据国家的法规来验收 依据规范标准来验收 依据施工统治来验收 就是你工业管道安装完毕的 依据合同验收 依据我们工业安装质量验收 要求的统一的这个国家标准来验收 要依据国家的法规规范 要依据施工图示来验收 这很好理解 这一关键词 依据什么来验收 那么分项工程 质量验收的评定 那么分项工程呢 它就分为主控项目 和一般的项目 主控项目是必须全部合格 注意我的用词 你一个工程 你连主控项目都不合格 注意主控项目 是不允许分包的 你这个工业安装 你这个项目啊 分为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 主控项目必须百分百达标 一般项目允许有一定的比例的一个偏差 这是主控项目 主控项目是指对安全也好 卫生也好 环境也好 和工业也好 对工程质量起决定作用的检验项目 比方说材料的检验 你这个材料要不合格 材料是属于主控项目啊 材料不合格 你安装肯定不到位啊 构建配件成品搬制品 设备机性能及附件的材料 技术性能等等 这属于主控项目 对于 注意这里有一句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对于主控项目的要求是必须要达到的 我刚才说必须全部达到 一般项目允许有一定的偏差 一般项目 是从着主控项目以外的项目 这些项目研究是绝大株的冲刷 必须达到要求 注意是绝大株允许有一定的偏差 第四个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和不合格的两个级别 验收的时候就会有两个级别 验收的结果要不然就是合格的 验收的结果就两种级别 两种结果 第一种是合格 一种是不合格 怎么样的一个分项工程才能算是合格的呢 那么分项工程所包含的检验项目 就应该合格 叫检验P 因为一个分项工程包含很多个检验P 一个单位包含好几个分布 一个分布包含好几个分项 一个分项包含很多个检验P 所以分项工程所包含的检验P 要合格 这第一步 分项工程 它既然要保证质量 它的质量的控制资料 表示你这个高度 必须是3米加减0.1毫米 这个质量控制资料要齐全 那么分项工程在验收的时候 验收记录 应该由施工单位的质量简易员 来进行填写 验收的结论主义 永远所有的验收结论 都是由建设和建理单位来填写 最后是由谁进行签字呢 我们说分项工程它级别低 只需要由技术负责人进行签字就行了 而单位工程则不然 单位工程 如果是单位工程要想验收 那么你这里必须施工单位的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建立工程师不行 必须是总建立工程师才行 单位工程级别高于分布 分布高于分项 我们看一下 工业安装工程的分项工程 指定验收的记录 记录表的签字人不包括 我们说签字人 你这是分项工程吗 最关键的是什么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建设单位 不是设计单位 三方签字 施工方建立方 建立建设法 所以这道题不用选B选项 分布工程指定验收频率 分布工程在验收的时候 也是有合格和不合格的 分布工程要想合格 它的规定是什么 分布工程它包含很多个分项工程 必须首先要合格 而且分布工程用于质量控制 这个资料要齐全 因为质量验收 质量验收 什么叫质量控制 比方说我安装这个设备 这个质量控制资料要求 你这个设备上表面跟DG要垂直 上表面跟DG要平行 这就是相关的文件对于质量 要有要求 质量控制资料要齐全 那么单位工程也是要分为合格不合格的 单位工程工程质量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的规定 那么第一个就是单位工程所包含的 所有的分布要全部要合格 单位工程所包含的所有的分布要合格 单位工程的质量控制资料要齐全 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要齐全 如果是分布 是分布所包含的分项要合格 分布工程质量控制资料要齐全 如果是单位 单位所包含所有的分布要合格 单位工程质量控制资料要齐全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 控制资料检查记录表的名称和分处 由十个单位来填写 不可能是建设单位填写 你只有谁有检查的意见和结论 是由建设和鉴定单位填写 结论由双方公众上帝 建设单位填写 这个工业安装 刚才我们都是讲合格的规定 那么如果万一不合格 如何处理呢 一般情况下 当我们验收了单位工程不合格 分项工程不合格 分布工程不合格 如何处理呢 一般来说不合格的检验项目 应该通过对工序质量过程控制 及时发现 当我们质量不合格 我们可以进行反攻反修是吧 反攻达到合格要求 对于难以反攻 难以确定的质量部位 由有资质的检查单位鉴定 其结论就可以作为验收的依据 通过第三条 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现象 我们中国的工程 基本上都能通过验收 中国的工程都能通过验收 为什么呢 你看这句话写的特别的中国特色 你看 经过有资质的检测单位 达到设计要求 因判定验收通过 这是没问题的这句话 但接下来这句话 是教项目经理怎么去使坏 就是比方说你作为一个项目经理 你这个总包的分布工程 比方说你分布了一个工业管道的安装 那么经过了第三方检测单位 有资质的检测单位 认为你这个工程不合格 达不到设计要求 如果你在国外的话 国家既然给这个第三方检测单位 颁布了资质 他认定你这个项目不合格了 那么你这个项目经理 马上应该怎么办呢 请原设计单位吃饭 可以通过验收 这一来的话 这里面就会存在着腐败 你比方说你项目经理 你带领团队完成了一个工程 那验收发现不合格 但是经原设计单位核算认为 能够满足安全使用要求的 可以判定为通过 所以项目经理很容易 在验收不合格的同时 去找原设计单位的领导吃饭 公关 最后让他工程合格 一般来说原设计单位会让他合格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是原设计单位充裕的图纸 施工单位呢 跟这个施工单位 本来也是经常进行沟通的 施工单位按照你原图纸来施工 他第一句话说 我觉得你设计的挺好 我按照你这么优秀的设计 我施工也特别的融洽 然后呢我们沟通也特别好 我认为你的设计没问题 所以你同时也认为我的安装没问题 所以这个中国才是这样的 外国是你经过原 第三方检测单位认定不合格了 我经过做实验认定 你这桥梁不合格 那你请原设计单位又合格 这里是很危险的 但考试必须以书本为准 经过返修和加固充裕的分布分享工程 看到吗 中国这里面特别吓人 虽然外形尺寸改变了 但仍然满得你看外形尺寸改变了 可按照技术方案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经过返修加固 你的外形都改变了 跟原来通知不一样了 那么可按照技术文件和协商文件进行验收 通过返修和加固 仍然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这个分布工程 那么严禁判例没通过 这句话是显得没问题的 你看最要命的是第三条和第四条 就是你不合格也能通过验收 那么不合格的处理办法 工业安装里面我们做个小节 那么你不合格你反攻后要重新验收 经过有资质的单位 认定达到设计要求 当然判例没通过 检测不合格 但是原设计单位核算可以认为 可以的 判例没通过 这句话很要命的 即使原设计尺寸通过加固 改变了尺寸 但是按照技术文件和协商 一般也能通过验收 这个第三条和第四条是最要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对工业安装 验收的统一要求 那么它在案例题上主要考察什么呢 你这个合格的规定 不合格如何处理 这是喜欢考案例题的 那么在谁组织 谁参与 谁签字的验收 和我们项目的划分呢 主要考选择题 注意项目的划分 划分为单位分布分项的时候 希望考选择题 谁组织 谁参与 谁签字的验收 希望考选择题 那么验收合格的规定 和不合格如何处理 希望考案例题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搬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